大家好,我是文睿 昨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他们也好意思谈民主 反正开了这么一个会 开了这么一个会以后 然后大家的内容我看了一下 有这么一段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吃惊 这么一段话 习近平说的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这个段这么说的 说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 一一点评 逐一提出要求 并进行了总结 他指出 这次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 开的很有成效 大家听好了 达到了接受政治体检 打扫政治灰尘 净化政治灵魂的目的 对中央政治局增进团结改进工作 担当使命很有帮助 他这里面提到了三个政治 接受政治体检 打扫政治灰尘 净化政治灵魂 打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这个是开政治局会议 他们24个人一起开会 这些人在去年20大家得看到 就是说基本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对吧 都是习近平 就是很信得过的人 都是心腹 对吧 你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 你说这样的话 对吧 政治体检 政治灰尘 政治灵魂 那你不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你们这些人 政治体检不合格 得检查检查 你们有政治灰尘 得打扫打扫 你们政治灵魂 得净化一下不干净 那就是对习近平不够忠诚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小圈子里面 习近平都已经深深的感觉到了 他内心的那种恐惧 他觉得这些人 有可能都随时会反叛他 你想想这个局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 我看到这个话以后 我想有在想这个用词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 我想是不是去年前年 他们也用过 对吧 因为他们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基本好像每年年末都开一次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去年 他们开的这个会 他们去年开这个会 我看他们编辑写的那个文章 都是好像有一个模板 都差不多 他也去年也这么说 说习近平对中央政治局 各位同志的对照检查发言 一点评逐一提出要求 并进行了总结 他指出 然后都一样前面 后面说的话 都是一些空话套话了 什么要什么 开得很好 要团结 怎么怎么样的 绝不是像今年这样 我再念一遍 接受政治体检 打扫政治灰尘 净化政治灵魂 所以说这个事情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中共内部 已经是相当相当紧张了 起码习近平 心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害怕 他生怕别人反叛他 你看他整个开的 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里面这些内容 咱们还有其他的部分 大家再感受一下 你就可以自己得出结论 习近平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心里面 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 比如说他说 这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说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 聚焦六个重点 六个重点 前两个 第一个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更加自觉坚定 第二个是维护党中央权威 和集中统一领导 更加自觉坚定 对吧 这个就是 也是 你们不是要发言吗 六个重点 第一个 你学我的思想 第二 你忠诚于我 对吧 维护党中央权威 那就是维护习近平权威 是不是 这话说的就基本上 已经很明白了 然后反复不停的强调 还说什么呢 一年来的时间 再次证明 两个确立 对于我们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具有决定性意义 全党全军 全国人民 必须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你看就这么一段话 两个确立提两面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 行动统一的基础 在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首先要在思想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党中央就指的是习近平 然后这句话大家听好了 维护党中央集体 集中统一领导 是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 这话什么意思 维护党中央集体领导 统一领导 是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 就是你们 我就在这了 对吧 你们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就是维护我 对不对 大家听明白了吗 就这么个意思 然后什么说 首先要落实到 坚定维护党中央的 这个权威上 后面又是什么 四个意识 什么四个自信 我就不说了 这都是废话 但是废话归废话 你就看到习近平 他不断的在强调 强调 又说什么 政治敏锐性 是政治战位 政治洞察的综合体现 等等 整个这个通篇 说是这个民主生活会 就是习近平 他怕到一定程度了 就不断强调 你们得忠诚于我 对吧 你们得听我的话 你得跟我走 是不是 你们不能有二心 就这么个意思 是吧 他谈到这个民主生活会 就经常会说到什么 批评与自我批评 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 再想的远点 就能想到这个 整风 沿着整风 整体上 就是习近平现在把他已经心里慌到一定程度了 他觉得好像大家要脱离他的控制了 但是你开这么一个会 大家不论怎么说 说的多么多么好听 入脑入心入魂 人家心里怎么想的 你不知道 是不是 你说的越好听 可能人心里面越讨厌你 真正在关键时刻 他就是抛弃你 可能抛弃的会非常快 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 怎么说呢 现在习近平吧 他整个中国的局势 不论经济 政治 军事 包括外交等等 全部都是搞的是 一塔 或者现在习近平 他整个权威 权力 已经缩水的非常严重了 就是大家想跟着你 对吧 忠诚于你 怎么样也好 或者是跟着你一起往前走也好 他需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 起码你得具备一个 就是三个方面条件 什么 第一个就是 你有能力 你确实很有魅力 大家觉得 我们就得跟着你干 这人太了不得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你有给大家能带来好处 你给大家发钱 给大家利益 第三点就是什么呢 大家怕你 要不听你的 你就真的能治大家于死地 就是这三种 你知道吗 那么第一种情况 习近平的能力 魅力 不说了 不用说太多了 就是昨天腾讯等的 一众游戏公司这个事 中国的国家新闻出版署 就发了那么一个文章 结果两万亿就蒸发了 现在不知道恢复到什么程度 大家就觉得习近平 他嘴上不说 他心里也鄙视你 对不对 他就是自然而然的 你看你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对不对 他哪有还有什么权威 哪有什么个人魅力了 这咱就不用提了 第二就是利益 你还能给大家多少利益 给大家多少钱花 是不是 现在整个这个情况 在这么下去 很多中共高官 他们在海外的利益 可能都要受到非常大的 冲击和影响了 然后还有前段时间 被我传了吗 习近平让他们 让太子党把他们的钱交出来 交出一部分等等 就这些事情 就是说利益也看不到 甚至要利益 自己的利益要受损失 对吧 然后就是怕你这一点 大家可能确实是怕的 最近火箭军的事 秦刚的事 包括李克强等等 这些事 大家确实是怕的 但这个事情是这样 你就是包括毛东 也是一样的 对吧 你想让这些人 你想让其中的一小 所有人一直怕你 你能做到 或者是 你能在短时间内 让绝大数多数人都怕你 你也能做到 你说你想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 让所有的人都怕你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是吧 你说习近平他为啥搞文革 他就是知道 我要再不搞起一个群众运动来 就党中央在这里面这帮人 对不对 我已经控制不住他们了 我不可能长时间 让所有的人都惧怕我 所以他就觉得 这些人要造反了 他就只能是发动 底层群众来这么弄 你看习近平现在不要搞 所谓的什么风调经验 他就是要搞运动了 是不是 他就觉得 我再这么弄下去 对不对 那下面的人 大家是开始是怕你 但是大家都互相联系 你也这么想的 你也受不了他了 对不对 你也想反他 对不对 大家不停 彼此不停的联系 彼此互相的沟通 反馈 大家都知道 整体上我们都 就在有意见 包括军界 武警警察 等等 大家都在一起行动 这个事情对习近平来讲 是非常非常麻烦的 特别是如果经济 还在不断的下滑 这个冲突就会越来的越激烈 那习近平他只能是通过发动 让什么 这个王小红这些人 发动群众 或者搞一些什么运动 但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得起来 即便是做得起来 能不能收场 做起来以后 这个剑会指向谁 这都不清楚 习近平也害怕 所以说现在吧 所有的这个事情吧 就到了这一个点上 就是还是那句话 真的需要变化 不变不行了 整体呢 这一集哈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